常言说,和什么样的人在一起,就会有什么样的生活,身边的人绝大程度能决定你成为什么样的人,大多数人喜欢听他们想听的,其实这样的人往往并不清楚自己,也不会很成长,所以,敢于这样和你说话的人,真心拿你当朋友,值得结交的人,这里是国学典籍,带您解读俗语,走进国学,敢于说批评你的话。 看过罗翔教授说过的这样一段话,人永远喜欢听自己喜欢听的东西,但是这样你是不会成长的,人无完人,每个人身上有自己的发光点。 当然也会有一些缺陷,有需要不断完善不断改正的地方,如果一个人总是顺着你,虽然可以让你过得很舒心,但是也会让你看不清自己,永远无法提升自己,相反的,当一个人可以批评你的缺点,逼迫你去突破自己,那么他才是你生命中的贵人, 让你因此而不断蜕变。 其实,对于大部分人来说,他们都是听不得那种难听的话,尤其是直击自己内心的一些初心的话,要知道,良药苦口,真话难听,只有真正为你好的人,才会跟你说一些讨你闲的话,而那些只会跟你说花言巧语的人。 并不是真的为你好,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不足,可能自身也了解,只是不敢正面去面对,别人不戳破,自己也就那样隐藏着。 而这样并不会对自己有什么帮助,真正对你好的人,他会帮你认清自己,点醒你,而不是让你自我欺骗,一个敢于批评你的人,可能表面是殉讨你,但实则是为了你好。 在这个世界上,若不是真心关心你的人,想要你过得好的人,谁又愿意多管闲事呢? 所以说,千万不要去厌弃那些敢于批评你的人,那是他们真正的想要你认清自己。 希望你有所成就,愿意跟你说真心话。 古时候的齐王就听进去了身边大臣的真话,也因此才将自己的国家治理得更好。 在战国的时候,各国实力都是比较雄厚的,互相之间都存在竞争关系, 并且在国家内部也有着新旧朝代的矛盾,一时间国家的治理问题就变得非常的棘手。 而邹记作为齐国的谋士为国家,就劝说齐王可以去接受他人的指点, 从而改良国家的政治,作为下沉冒着生命危险,也要劝说齐王,这样的人才是真正忠心的人才。 所以,当你的身边有这样一个不害怕得罪你,冒着会让你的生气的风险, 也要直白地说出来的你的错误,这样的人才是真正为你好,会为你的考虑, 希望你可以变得更好的人,对待你真诚。 俗话说,忠言尼尔利于行,其实很多人都接受不了别人对自己真实的评价, 或者不够清醒,对自己的认识不到位,甚至没有意识到自己需要被泼一盆冷水。 那么,为什么人们明知道是真话,却还是很抵触呢? 说到底,就是放不下面子。 在这个世界上,人人都是考虑自己。 自顾不暇,没有谁会真正的设身处地为你考虑。 有一个人愿意跟你说些真心话关心你的人,那是把你当自己人对待。 现在的人都很现实,他们不会太担心对自己没有好处的事情, 也很少有人愿意和你说话。 现在的社会,大多数人都在过着自己的生活,不会有多少人会愿意和你说话。 但是如果有一个人会发自内心地和你说话,为你着想,他就会真心地对你。 敢跟你说实话的人,更多的是关心你的人。 当一个人发现你有问题的时候,他会及时提醒你,尽可能地帮助你。 这更多的是因为他的关心和在乎。 大多数人,他们根本不会和你交心,知道你错了只会奉承你。 这样的人是不会管你死活的。 所以,珍惜那个愿意告诉你真相的人,不是每个人都能这样对你的。 顾及你真实感受的话。 生活中,我们会遇到很多人,有些人说话总是尖酸刻薄,让人下不来台。 而有些人则会让你如沐春风,感觉到特别舒服。 当然,也许有人会认为那些尖酸刻薄的人只是性子质而已,并没有什么恶意。 而一个说话从来都不会顾及别人感受的人。 只能说是缺乏教养,品行有问题,正如蔡康勇说的那样,说话之道,也是为人之道,一个真正值得深交的人,一定是可以懂得换位思考,不故意让人难堪的人。 很多时候,都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。 大多人对于不是自己的事情,根本就不会考虑别人的感受,更加别说为你考虑了。 人都是很现实的,更多的是先考虑自己的感受和利益。 不管自己的事情,不会过多的去考虑后果。 若是有一个人,做事之前会考虑你的感受,不会做出一些让你难过的事情。 更多的是因为在意和你的关系。 要知道,人都是自私的,都会跟随自己的内心,满足自己的需求和欲望。 而能够考虑别人,自然是把你当作很重要的人。 人生会遇到很多人,能够真正在乎你,顾及你的感受。 这样的人才值得深交,与人相处。 更多的是,要看为人处事,说话做事,能够顾及他人的感受。 把握好彼此之间的分寸和界限感。 和这样的人相处会很舒服,也是一件幸福的事情。 人是群体动物,所以才有那么多的人想与人为伴,想有三五真心好友。 让自己难过的时候有所依靠,快乐的时候有人能够分享。 但很可惜,不是所有朋友都值得来往。 因为有些人哪怕和自己走得很近,也不一定真把自己当朋友,尤其是喜欢说这些话的人,大多没把你当朋友。 换句话说,真拿你当朋友的人,往往是说不出这些话的,越早看清越好。 说打击你的话。 电影《煤气灯下》中,讲述了一个细思极恐的故事,丈夫安东,为了获得妻子宝拉的巨额财产,故意否定,打击,忽视宝拉。 保拉明明感觉煤气灯有问题。 安东却说是保拉想多了,保拉明明听到楼顶有一响,安东却说是保拉听错了。 保拉明明感觉房间里有一哑,安东却说是保拉精神恍惚,在长期的否定中,保拉开始怀疑自己,差点精神崩溃,直到警察出现,告诉保拉她的感觉都是对的。 试想,倘若没有警察,保拉会如何,她无比信任丈夫,会在丈夫对自己的否定中逐渐开始自我否定,用不了多久,她会真的精神恍惚。 夫妻间是如此,朋友之间也是如此,有些人总喜欢打着各种各样的旗号否定别人。 但这种否定你的人,可能不是为了你好,而是为了限制和操控,真正把你当朋友的人,只会希望你有更好的发展。 反之,当一个人总是打击你,否定你的时候,不用怀疑,他大多没有把你当真朋友,或者说,他根本不懂什么是真友情。 说伤害你的话。 生活中,这类人其实很常见,可能你穿了一件自己觉得很好看的衣服,他们却会随便评价颜色丑,你太胖,不适合,等等。 可能你凭借自身的能力,找了一份不错的工作,他们会调侃是不是走了后门,面试官瞎了眼。 曾经听过这样一句话,开玩笑需要两个当事人都觉得好笑,才能算开玩笑,性子直不是伤害一个人的理由。 总有一些人觉得,自己只是说了一些无伤大雅的话,自己只是太过直率,才说了一些不该说出口的话,但如果说出口的话,会造成伤害,这已经不再是直不直接的问题,而是有没有教养的问题。 更重要的是,从一个人的直接中,也许能看出来那个人的不在意,正如现实生活中,很少有人冲老板乱开玩笑,因为怕自己的饭碗不饱,也因为对上司总是心存敬畏。 可见,很多人不是管不住自己的嘴,只是面对某些人时,不愿意管住自己的嘴,这种根本不懂得尊重自己的人,大多没把自己当朋友,还是不来往的好,因为谁也不希望社交关系给自己增添不快。 在这个世界上,和不同的人打交道,就要看清对方的品质,看是否值得去深交,一个人的品行的好坏,会直接影响你的人生。 我们交朋友,是希望能共同进步的,希望能在遇到困难的事情时,相互拉一把,如果和朋友之间只有商业互吹,那真的没有必要浪费自己的感情和时间。 如果你希望相交的每一个朋友都能真心相对,遇到的每一个人都能互帮互助,不想让宝贵的时间浪费在没什么意义的社交上,那么,你就必须听得尽朋友的真实评价和真诚的劝告,让自己有一个清醒的认知。 也只有这样,你才能交到真正的朋友,收获真正的友谊在这个世界上。 我们要和不同的人打交道,一定要看清对方的品质,看是否值得交朋友,一个人性格的好坏,会直接影响你的一生。 余生,愿你我都能遇到这样和你说话的人,敢于批评你。 说话顾及你的感受的人,所以,敢于这样和你说话,真心为你着想,和你交心的那个人,是值得你用心对待和深交的,交友看财,更看得,生活中,倘若遇到上面这样和你说话的人,要懂得用心深交,因为他们不仅人品好,而且会是你人生路上的贵人,让你感受到温暖,帮助你不断成长。